中文字幕志愿者 今年的电影市场整体低迷 自春节结束以来一直没有爆款出现 好在国庆到来临 终于有部国产片 点燃了大家的观影热情 长津湖前所未有的13亿投资 史诗集的179分钟篇幅 陈凯歌 徐克 林超贤三大导演知道 吴京 一阳千玺 林贤主演 这些无一步体现着长津湖的强大吸引力 长津湖的阵容堪称华语顶配 但实际上最先吸引小编的还是影片的剧作 在一版名为刚七连的预告片中 电影的主角志愿军第九兵团某部七连的士兵们 面对尽头 纷纷爆出了自己在队伍中的序列号 七连第135名战士梅生 七连第220名战士于从容 紧接着 则出现了编剧的大名 在《蓝小龙》其最为经典的两部作品 即《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士兵突击中 七连二次尤为重要 主角们所在的队伍就是刚七连 连里的士兵也都保持着牢记自己序号的传统 在士兵突击中 更是交代过刚七连的前世晋升 抗美援朝时 刚七连几乎全连阵亡 被取消番号 顿时头皮发麻 一条以刚七连为线索 以人民子弟兵为主要描写对象的军旅宇宙 就这样连起来了 从抗日战争到抗美援朝 从抗美援朝再到后来 七连的士兵们既是和平年代的坚毅守卫 也曾是动荡时期的铁鞋战士 发现了这个秘密 就能理解长津湖的史实性来源于哪里 他承载的是 近一个世纪以来人民军队昂扬不灭的精神 千言万语迎接成那经典的六个字 不抛弃不放弃 对于长津湖 蓝小龙绝不只是其装点门面的作用 而是在影片中处处可以发现他的印记 易烊千玺所饰演的五万里 和许三都一样是个不折不扣的新兵担子 区别在于他家一门中烈 大哥五百里 牺牲在淮海战场上的老兵 二哥五千里 文明全军的战斗英雄 同时也是七连的连长 即使出于对兄长的尊敬 也是因为对外部世界的好奇 没经过太多考虑 万里一拍脑袋就加入了中国人民志愿军 并被编入七连 归他二哥管 随后 由于前线吃紧 没有经过太多系统训练的万里 就不得不直接奔赴朝鲜 在真正的战场上 在二哥和其他前辈的教导中 在类语写的考验里 他将完成自己的新生与蜕变 如此设置 能够冥想增强影片的代入感 借由万里的视角 我们得以观察到这场战争的各个层面 敌军的凶狠狡诈 老兵的英勇善战 环境的残酷恶劣 也得以体会到普通的心情 初始型号弹时的惊吓 在一次次的全新体验中 万里从一个不会打枪的闷弹 渐渐成长为了一名成熟的战士 显然 有了蓝小龙的保驾护航 长津湖呈现出了一个极具质感的故事 而擅长军律题材的他 向来都以尖刀般犀利的风格而闻名 节奏紧凑 不拖泥带水 没有任何奇怪的爱情线 或是不合逻辑的节外生枝 有的只是对于君律情怀的 士兵精神的无穷偶割 长津湖由三位导演联合拍摄的模式 很容易让人想起去年同类型的金刚川 实际上 两者有着很大的差别 如果说金刚川是在证明中国电影工业 已经具备在短时间内完成大项目的能力 那么长津湖则是在彰显 天空的极限在那里 200天的拍摄周期 近一万两千名工作人员 超七万人次的群演 巨大规模的浮化到头录 长津湖是在准备充分的条件下 对国产电影的一次大阅兵 其制作规模 投资规模 拍摄时间跨度 动用的演制人员数量 都创下了中国电影新的记录 野心着实不小 二来策略不同 长津湖并没有和金刚川一样 采用三位导演各分一段的章节体 而是力求整体的协调统一 陈改革 历史题材一霸 友善大事件下的小人物刻画 徐克 特效技术的先驱 思维超前的鬼才 林朝贤 军事题材的发烧友 其动作戏表现全国顶尖 制片人于东就表示 三大导演是诸颜碧合 全力互相配合 且各自发挥着各自的所长 在成片中 三人也最终实现了 一加一加一大于三的效果 这体现在多个方面 首先 历史后重感 影片中对于各种细节的把握 达到了极致 比如说片头队伍初步集结时 仅深处的标语上写的 并非是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而是打到台湾去 解放全中国 这是由于七连所属的第九兵团 本是计划中的攻台部队 一直都处于紧锣密鼓的操练之中 也因此可以不用适应 直接投入到战场中 再比如 片中的大部分士兵 都穿着单薄的棉衣 在零下三十度的环境里 他们必须忍受刺骨的严寒 这也非常符合战争初期 后勤保战不到位的事实 其次 动作场面生猛 比如在影片的片段 行军中的七连发现 正在与敌人交火的友军 这既是一场遭遇战 也是一次攻坚战 七连的战士们八仙过海 各显神通 神枪手 占领高地打冷枪 突击手 以三三支队形冲锋 投掷手 精准打击 定点爆破 更有猛势 教了敌方的坦克 直接硬碰硬 打得聪明 更打得漂亮 而导演们也使用了各种方法 突出了过程的精彩 用双线并进交叉叙事 反应战斗的激烈 用慢镜头展现爆炸的瞬间 最叫人惊喜的 则是一场室内狭小空间的肉搏戏 五千里等人和几名敌人 狭路相逢勇者胜 在一栋小草屋内展开了困兽斗 拳拳到肉 刀刀见血 这一幕极具创造性 是用现代动作片的套路 来拍历史战争片 剪辑凌厉 节奏紧凑 让人看得大气都不敢出 至于结尾部分的中头戏 歼灭北极熊团大战 总之 在《长津湖》中 多方的努力促成了整体的出彩 国产战争片的观赏性 也在此迎来了新的高度 如果只用一句话 推荐《长津湖》的话 演员们也都非常清楚 自己承载了精神 拼了命的药 将角色演好 影片也动用了不少篇幅 对其他人进行扫描呈现 放弃安定生活 为国捐去的毛岸英 是这样的人 在《长津湖》与敌人同归于尽的杨根斯 是这样的人 坚决执行伏击任务 因此被活活冻死的冰雕连 也是这样的人 时光荏苒 康美援朝这场战 已经过去几十载 年轻一代不曾经历 但好在 光影早已拥有将历史重现的魔法 当荧幕上的故事上演 我们为之动容 这就是电影的魅力 电影的意义 正如《长津湖》的宣传口号 祖国不会忘记 我们也不会忘记